車輛我們現在是已經轉越野咖就對了 對啊體驗一下越野的感覺 你之前應該有去浩洞父親那邊練習過一次 我有玩過就是一些基本的定竿技巧 或是什麼煞車往後拉然後往左轉這種技巧 可是我沒有實際騎在這種路上過 所以我們今天挑選一個算是入門很適合的場地 這裡叫老外領導 那他等一下大概我們會繞多長 我們今天騎的距離應該是騎我平常練習的其中一圈 那距離大概是四公里左右 那他的變化蠻豐富的就是有連續的爬坡 也有連續下坡然後不會太難 然後算蠻舒服的 那如果以我一個新手就是子騎屋公路車來講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啊 就是我的一些技巧或是什麼 控車上當然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邊騎邊學習 然後車輛的設定上可能也有很多差異 所以像我剛剛捏了你的輪胎 我覺得超硬的 感覺好像那個籃球打很飽 好我們等一下會先用我的小工具 先用我們的小工具 把它調整成適合你體重的拍壓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小細節 蠻重要的 騎起來會差很多 那我們要大概調成多少 你的體重大概是多少 60左右 好60左右 我們會用你的體重60 除以2.5 就會是這個數字 那前輪我們可以少一點 大概23 22 OK 這工具竟然可以直接 這樣就可以測胎壓 測出你的胎壓 32 哇 對啊所以剛剛 按起來才會覺得 哇 這個胎壓 感覺好像非常高 它邊按就邊在 泄氣 對 它會稍微把它調整成 24 我們可以再低一點點 好 你可以再捏捏看你的輪胎 應該就稍微有一點彈性 對 這樣騎起來控車才不會 你稍微遇到 你看 我們這邊隨便都是石頭 隨便 弄一下就彈到 那後輪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要稍微高一點 所以我們會調整大概25左右 OK 我覺得真的硬度有差 我剛剛只是在那邊騎這樣過去回來 我就覺得 我很像一直在撞地 就是一直跟它抵抗的感覺 就沒有感覺力量被吸掉 好我偷偷廣告一下 就如果你們有想要知道 就是像這樣子登山車的胎壓 避震器怎麼設定 其實我的頻道都是有 有拍過 對 其實我之前有看過 但是因為我從來沒開始騎 所以我完全聯想不到 而且你也不會有 可以量測的工具 對 沒錯 好 那這是基本的輪胎上面的設定 然後我們等一下實際進去再來感受一下 在這種路面可能會有一點打滑 然後你要怎麼去平衡 OK 我們這樣騎感覺很久才400公尺耶 我剛剛聽到你講的那個parkage中 在車上的時間過得很慢 我感覺到 看超慢的 對 心靈會得到一種釋放的感覺 好可怕喔 就是一直 不知道在踩怎麼 然後前進的超慢 所以一直陪練 這個有 其實你如果有技巧的話 就越來越順 才有辦法享受 剛開始其實 會需要有一段時間的磨合 然後對這個技巧的掌握 好可怕 繼續繼續 好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前面是一個很陡的陡坡 我們等一下會從這邊上去 那就是澄清擋踩對不對 對對對 我可以先示範一下 好OK 看這牛顏色很會抓路線 轉彎 來體驗看看 轉不過去 要早一點轉 你要再試一次嗎 我要再試一次 好 第二次嘗試 轉彎 早一點轉 左轉左轉 很好繼續 繼續 踩空了 整個全輪抬起來了 突然一陣浮起來的感覺 好難喔 好沒關係 這個真的不是每個人 第一次來就可以成功了 你要再一次嗎 我要第三次了 好 好 來早一點轉 重心往前喔 加油 可以繼續踩 瞄準 差一點 好我們看一下現在 快到終點了 位置在哪邊 這已經爬了 應該三分之二有了 可惡我就差這一段耶 對 剩最後這個 我剛看到這個我有嚇到 因為這個好恐怖 會滑 還是一個樹根 好啦 我挑戰這樣就好 好 那我們 繼續往前 你們看 好厲害 再一次 可以在這附近 如果你們就 pot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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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 這邊算是一個那種 繞圈的場地嗎 算是一個練習場 我們叫Pump場 UMP 那在這裡面 就是可以訓練很多基礎的技巧 因為像你剛才在騎應該可以感覺到重心很重要 所以我們就會利用這個 去掌握你的重心變化 那在這裡面 不是用踩的 就是重點不是用踩的 就是你要怎麼用重心 然後在上坡的時候把身體帶起來 然後有點往下的時候把速度加下去 所以它踏板不太會需要一直踩 而且也不希望你 你如果踩的越多代表技術 還有很多空間可以訓練 OK 那我們挑戰一下 半圈 先走 半圈 先走 半圈 先走 好 準備準備到了 好 不行 還好 還好 我剛剛就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轉彎下去的時候 突然就翹勾勒 就是腳離開踏板 一踩空就沒了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個車輛重心的轉換 然後你上來的時候 當然你整個車身會上來 你要學會去把那個力量收掉 下去的時候再把把手推出去 那個時間點做得好 速度就會狂 我覺得真的蠻難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很順 就是一直在跟著坡走 但有時候會跟坡抵抗的時候 就感覺直接撞上去 力量都沒了 就是真的蠻困難的 好玩 你看我們騎三圈 講話就需要這樣分段分段 就可以知道 這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蠻難的 有夠喘的 好 那我們準備最後下坡了 好 今天已經體驗過我們自己平常 這個就是週間 我有時候早上會來這邊練習 那一圈是四公里 然後平常早上可能會騎四到五圈 然後我們今天騎多久 四公里 四十七分鐘 對啊 那我平常一圈是騎十六分鐘 蛤 所以 所以 所以你是沒有停腳的喔 基本上是中間不會停 然後我們會利用一些比較平緩的地方 喝水 我們怎麼會騎那麼久 我第一次來騎一下 不過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因為對我帶進來多數的夥伴來說 很少可以第一次騎完 然後 我們當然第一個陡坡那真的蠻難的 對 不過其他真的算是很順 對啊 我覺得也是我之前就跟Mike有練習過 有一點差 然後我自己其實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 其實我也沒騎過 我剛借到車的時候 然後我就在我家樓梯這邊亂下 然後就覺得這個coucheon很爽 根本就不會噴掉 所以你天賦一餅 那我現在幫你打電話 給Extera幫你先報名2021年最好的 哈哈哈哈 要這麼恐怖嗎 好 好 我考慮一下啦 搞不好有機會可以去挑戰一下 明年是不是 對 好我先那個爭取一下 就是登山車的那個部分 好 那今天很高興 體驗了林道 很好玩 我覺得很好玩 但是我還是有帶傷啦 剛剛為了挑戰那個 山圈你看 最小心刮破一條 不過那主要是因為 踏板離開啊 所以你看我們雖然 騎登山車 但我們還是會用卡鞋 所以 騎起來 會更容易掌握車子 阿卡鞋拔不掉怎麼辦 其實不會 他沒有比公路車難拔 其實我覺得 你在騎的時候反而失誤 你會更希望 腳是 黏在踏板 對因為 因為你會更容易控制車身 我剛好幾下就是撞到 cool up之後 就是有點你是硬碰硬的時候 你就會腳突然離開踏板 你就會踩空 反而你不想拖卡 對啊 原來如此 我想拖卡只有在那種上坡的時候 然後已經踩到快定竿 想要牽車的時候才會需要拖卡 對沒錯 好玩 感謝學長今天來帶我體驗一下這個 林道之旅 好我會來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開始騎林道 好 YA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 掰掰 下一集見 Pat? 採訪一下 大家頂勞 是 這兩人便的 是 有 可以跟家人員說嗎? 好… 快點 快點